美帝骑士千万见 最最奇听我念 大家好 我是你们懂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都要假装懂了的正经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帝奇闻榜 第一条 今日份最吸睛 拜登替特朗普向全世界道歉 在英国的格莱斯哥气候峰会上 拜登态度看上去十分的诚恳 为美国当年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道歉 拜登是这么说的 我想不该是我道歉 但是我确实要为上届美国政府退出巴黎协定而道歉 以至于让我们落后八球的劣势 短暂的战略性挺顿以后 他又接着说道 我当选后立马干了这件事 指的是重返巴黎协定 这是什么意思呢 确实是道歉 但是又不是罪己诏 而是罪先帝诏 而且拜登也明确 你看看 这些坏事都是以前特朗普干的 我冰青玉洁 一上台美国就又回来了 既然回来了 就不存在什么包袱了 听到拜登这么说 感觉特朗普的嘴可能都要起来了 要知道特朗普最不相信的就是气候变暖 甚至认为这是针对美国的一个阴谋 影响美国人就业 所以呢 当年他一上台就将巴黎协定扔到了垃圾桶里边 没知道拜登不仅又捡了回来 还替自己去向全世界道歉 当然被代表了的特朗普也没有闲着 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特朗普也毫不客气的宣布 拜登可能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我是希望拜登能干好 但事实上他干的一团糟 因为特朗普的社交媒体都被封了 所以没有能看到特朗普的最新反应 但是网上流传着他的一则声明 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 即使是拜登 都无法忍受听到太多关于全球变暖的骗局 美国第七大骗局 前面是2020年总统大选骗局 针对特朗普的俄罗斯骗局 针对特朗普的乌克兰骗局 弹劾骗局第一波 弹劾骗局第二波 穆勒报告中的骗局 拜登去欧洲的时候说 全球变暖是他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然后他在会议上很快就睡着了 全世界都看到了呀 对一个主题真正有热情和信念的人 是不会睡着的 这么一听 是不是妥妥的特朗普风格 即便这则声明不是特朗普本人发出的 肯定也代表了他的观点 啥观点 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一什么全球变暖 就是骗局 特朗普还是特朗普 第二美国七大骗局 六大都是针对特朗普的 特朗普还对大选结果耿耿于怀呀 内心想 我才是总统 第三 拜登你竟然这么关心全球变暖 怎么开会的时候还睡着了呢 在网上 特朗普和拜登开会时的对比照片 格外的吸睛 一张呢 就是著名的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照片 另外一张呢 就是这一次拜登参加格拉斯哥峰会 两人同样都是双手抱胸的姿势 但好歹 特朗普是睁大了眼睛 而拜登却真的好像要睡着了 第二条 今日粉醉娃物 现实版鱿鱼游戏 鱿鱼币狂飙2300倍后 雪崩归零 近期 奈飞的网剧鱿鱿鱼游戏爆火 除了频频上各大平台的热搜以外 还经常被蹭热度 就连币圈都没有放过它 虚拟货币市场诞生了一款 以这个品牌命名的鱿鱼币 这个鱿鱼币在过去一周 最高涨达2300倍 开启了暴涨的模式 它的币价曾经达到惊人的2861.8美元 然而 就在11月1号 这个币种突然闪崩 币价突然直接跌至近乎于零 该虚拟货币项目发行方 目前已经捐款跑路 投资者的损失 至少高达210万美元 据了解 这个项目是一个虚拟货币游戏赚取平台 灵感来源于同名韩国热播剧《鱿鱼游戏》 这个币种在10月20号开始预售 一秒内全部售请 鱿鱼游戏的创始人曾经表示 该项目是奈飞的官方代币合作伙伴 并与某虚拟货币平台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现在看来投资还是要谨慎谨慎谨慎 第三条 今日粉罪活该 这位众议员参加会议故意不戴口罩 被罚款20次 总计48,000美元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月2号报道 根据他们获得的众议院军事长威廉沃克的一封信 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乔丽格林 因为在众议院会议厅 据不戴口罩 而面临被罚款48,000美元的处罚 罚款将从议员每年174,000美元的国会薪酬中扣除 根据这封信 格林在2021年5月18号没有戴口罩 被给予了警告 第二天 也就是5月19号 他还是没有戴口罩 因此被处以500美元的首次罚款 之后 这位格林累计又有19次被罚款 每次罚款金额均为2500美元 信众说 格林可以选择对罚款提出上诉 据悉格林对至少一笔罚款提出上诉 但是上诉被驳回了 在德州众议员戈默特 相关检测陈阳性以后 众议院在2020年7月份首次强制要求 医员们在众议院会议厅戴口罩 格林一直直言不讳 反对口罩和疫苗的强制要求 大佛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拜伦唐纳德 德州的齐普罗伊 劳伦伯伯特 科罗拉多州的安迪比格斯 等至少20个人也故意在众议院的会议厅 不戴口罩 第四条 今日份最吓人 这名男子纽约街头恢复随机砍人 头戴人类清除计划同款面具 10月1号 一名戴着万圣节面具的男子 在纽约曼哈顿街头发动了袭击 无缘无故地用斧头砍伤陌生人 目前 这名嫌犯尚未被捕 根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 纽约警方表示 万圣节当晚10点左右 51岁的受害者和妻子 在百老汇大街散步 突然遇到一名头戴面具的陌生男子的袭击 这名男子当时含尖叫着 我不喜欢你 我要杀了你 然后就用斧头砍伤了受害者的手臂 导致留下了一道很深的伤口 袭击发生后不久 这名面具男迅速地逃跑 截至目前还没有被抓获 受害者和他的妻子 设法拍到了袭击者 没有佩戴面具的照片 警方目前已经公布了相关的照片 希望可以有民众能认出他的身份 这名男子所戴的面具 就是恐怖电影人类亲属计划的同款面具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的奇闻榜全部内容 刀的刀刀刀比刀 搞完今天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董乐 明天的美的奇闻榜 等你来哦